好,欢迎大家,我们很开心,今天有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新的主题就是,如何对神的供应有信心? 根据圣经,我们如何对神的供应有信心? 好,请姐妹读《历代至上》29章11-12节 《历代至上》29章11-12节 耶和华阿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角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手。 十二章,丰富尊荣都从你以来,你也自你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好,你们大家可以回应一下,你在这个经文看到什么? 大家可以放胆说的,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到什么呢? 看到神的什么能力,和神会为人做什么呢? 看到神很伟大,和神是给了,神现在在我们,就是在神,我们在神里面是很渺小的,神给我们的东西是超乎我们所想,我们所求的东西。 好,你可不可以用经文里面说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呢? 在经文哪里说什么呢?我们试试试试,尽量在经文里面建立。 要关于是变成的都是什么人,我只要关于 Ped recruitment,且会用增值的时候, οι赅金铭花, 等于它就讲,谢谢你的证明企 bilingual块呢? あります很多现在的天 int fact 是诗试试试试, 即是我们的话他们在宣伏他的这些可以创聖为真试试。 那祂是治理我們手上所有的東西,其實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神給我們的 好的,謝謝你,這裡說出第一件事就是說,所有的好東西都是從神來的 祂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都是你的飯,但是不是屬於魔鬼的 雖然魔鬼呢,他會有時將一些東西給別人的 因為有一個人在WhatsApp問了一個問題,因為他今天參加不了 他就問一個問題,關於這個經文,那我就在這裡回答他 因為他就說到什麼呢?他說為什麼有些人求魔鬼呢? 魔鬼可以給一些東西給他呢? 那因為魔鬼呢,他是有一些能力的,不過他的心是惡的 是惡毒的,所以當他給任何東西給別人的時候呢 他是會拿回來的,還有他會控制這個人的生命 叫他這個人呢,就是把他的生命偷竊殺害毀壞 所以如果有人找魔鬼去拿這些東西呢? 魔鬼是在這個世界上呢,因為人類犯罪 就變成了呢,他是有一部分的權力 一部分的權力,那就是魔鬼有一部分的能力 他就在聖經上被稱為世界的王 意思呢就是他,因為他犯,就是他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呢,變成了他可以控制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控制人的一部分,因為人聽話的時候呢,他就是被魔鬼控制的 在掌死權那一部分之下,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了 魔鬼是掌管死亡的權勢的 好了,那有些人呢,他們會求魔鬼給他能力 譬如那些人,撒旦教的那些,他們求魔鬼給他能力 但是結果呢,他們是很慘的,就是通常來說呢 就會,情緒有問題啦,他的內心是經常都有很多 很多負面的聲音啦,很多掙扎啦 那然後呢,最後呢,是他呢,就可以失去救恩的 有時候經常都聽到聲音跟他說話,叫他死呀 告訴他他沒用呀,那這些就是有些人呢,他 從魔鬼那裡拿東西的後果啊 那還有那個人呢,就問過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些人不信耶穌,還有有些人很差,但是他又很有錢啊 但是呢,在這個經文裡面說什麼呢? 他說,在你的手裡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就是神能夠叫人尊大強盛,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當神給人的時候呢,是叫人整個生命封盛的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變得得更封盛 神是叫人更有封盛的生命的 所以當神給人任何的祝福的時候呢 他是整個生命有平安、喜樂、力量 他自己蒙福,他也都能夠祝福人的 這個呢,就是神祝福人的方法 但是世人,世人,有些人他們本身有錢啊 他本身做生意,賺到很多錢啊 這個世上的人是,他們都,因為他們都擁有這個世上一部分的資源的 那當他擁有的時候,他就可以賺到錢 不過他只是有錢啊,他不能夠擁有 就是有很多神的祝福,他是得不到的 而很多時候呢,他們雖然有錢 但是他的生命呢,是很多破碎啊 很多煩惱啊,很多不開心啊 所以呢,我們就不要羨慕那些不信耶穌的人,他有錢啊 我們不要羨慕他們,因為呢 他們呢,其實有的只是很有限,是很短暫的 而這個經文呢,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告訴我們呢,神是有一切的能力尊榮 那就是說,如果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呢 根本我們所有的,就是我們的供應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們的生命向前去,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們的師父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神一定會供應 那這個供應呢,未必說是大富大貴的 所以呢,我們要分辨這個叫做風聖神學 啊,prosperity gospel,或者prosperity theology 那這個風聖神學,它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它注目了在那個物質的風聖,它就說呢 如果你聽神話,就一定是你會富有 而且你一定會成功,而且一定會健康 那這些呢,就是不在聖經拿出來的 它就是,斷章取義,譬如呢 例如,其實聖經有講到,寶羅他自己都有疾病 他初次傳福音去,加拉泰都是因為他有病 那所以呢,聽神話的人不是一定沒有病 不是一定沒有困難,寶羅都經歷過困難 但是神會給他足夠的資源 就是一切的資源在神的手中 令到凡是聽神話的人都可以凡是無福的 那我們就是說這個基礎呢,建基於神的能力封城 神的一切尊榮 我們建基於神的能力,這樣的時候呢 有些什麼發生,我們都不用怕了 有任何事情發生,我們都不用擔心了 我們知道,總之我們有這個心智 去給神使用的時候呢 神是能夠供應我們足夠 以致能夠我們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那有些人又說 有些人都想,想事奉的 但是呢,他就限制於他的金錢 我就會說,在生命之中 我們去盡量全身建立同神的關係 不是注目這個錢 建立同神的關係,處理生命 讓生命裡面沒有破口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是很有心侍奉 但是呢,他可能侍奉的方式 他不著重神建立關係 不著重處理生命 和不著重去幫助人 去傳福音和建立靈命 他不是放在神講到最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愛人的,因為上一次呢 講到神吩咐我們所做的呢 其實是在大戒命和大使命的 大戒命就是愛神,愛人 大使命呢,就是傳福音和建立靈命 而很多時候,有些人侍奉 他是很有壓力的 就是經常都被人壓力 那這個就不是耶穌的模式了 耶穌說,我騙是容易 我淡是輕盛 我會照顧你們的需要 所以你們不要擔心 也都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壓迫人去侍奉 有些人去侍奉是會用人的方法 不是用熟神的方法 當我們用熟神的方法的時候 神喜悅的時候 我們親近神,神喜悅 我們遵從神,神喜悅 真是走上神的路的時候呢 神一定會出復的 好了,那我們問一下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經文 我們就是 大家認識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我們明天才繼續的 有沒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個經文的 或者跟這個主題有關的 OK,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有信心 有信心就是說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神想使用我們 神想帶領我們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一定做得到的 不會因為經濟而限制 不會因為資源而限制 總之我們聽神的話 神是會很神奇地去供應的 譬如我自己 我感謝神給我這個復興宣教事工 在我這次回來香港 2011年初的時候 回來香港呢 其實是 就是我都不知道 香港會做什麼 但是我知道呢 就是我不想 木會 原因為什麼不想木會呢? 因為會用很多時間 去木會 我是想帶動復興 想帶動更多人愛神 愛全陽福音 靈命更生 帶動這個世界的復興 預備耶穌回來 我是想 因為如果木會呢 就會用很多時間 去跟進某些人 那我是想 在普世的教會 來影響不同的基督徒 能夠成長 能夠發揮他們的作用 全陽福音 和建立靈命 這個就是神給我託 那神就一步步 為我開爐 都不是馬上的 不過一步步開爐 讓我現在有這個 復興宣教事工 那我們都 去過十五個國家去宣教 還有呢 就幫助非洲的國家呢 可以買到一些 投影機啊 電腦啊 電腦啊 可以看我網上去訓練 那我也都在網上 一直有 英文 和廣東話的訓練 那這個呢 就是 有需要的時候 我都可以做普通話的訓練 那這個就是 神開這個資源 給我 那我都希望大家去深信神的供應 那我自己以前也都曾經 試過困難的時候的 那但是我發覺在困難的時候呢 跟著一段時間 神又為我開爐 它總有方法會開爐的 是有時候不是我們 就是現在去擔心啊 總之我們有這個心 去給神聚 神聚會一路開爐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事想問 好 我們就期託結束的 OK 好 我們一起期託一下 你等一下用WhatsApp跟我溝通 因為我還不知道你的姓 你的姓 就是我不知道哪位 Peggy Peggy你聽 好的 在那在那 我們一起期託一下 聽個招呼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供應我們需要的 我們親近你 信靠你 主你生命 有神的呼召為我們的目的 以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目的的時候 神一定供應我們的需要 為主幫助我們深信神的供應 深信神的大能 深信神的關心 神知道了我們的需要 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求主私恩祝福年民 加力量給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將榮耀眾讚歸給你 我們曾經經歷過神的供應 這個是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禮物 求主幫助我們 在任何環境都信靠你的供應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眾讚歸給天父 Hallelujah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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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